还有呢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除了这以外呢 你也要知道我们的孩子是用不同的学习媒介学习的 有的是用视觉的学习 那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吗 我是一个视觉学习者对不对 我做PPT都喜欢做得非常的漂亮 我很喜欢因为我始终认为图片传递的信息 是比文字更大 另外一个呢听有人是会听 那你的孩子有没有就是很喜欢听一些东西 我们家的孩子我的女儿就是可以从早到晚来听一些故事 听一些东西 我先生也会 我想说怎么那么喜欢听啊 然后有些姐妹跟我说 哎呀我今天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在Zoom上听了六堂课 我想说哇听六堂课 我一堂课可能都不在了 我是因为是一个实践型的 可能我听我听完了一个我就去实践我早就跑掉了 有些人就可以一直听 那有些人是动手的 就是说当我听完之后我要去动手把这个东西实践出来 做出来我要去实践去使用它 所以呢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会对我所学的了解的更多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原来只有这三类 现在又增加了一类就是说记录 记录型的用笔写笔记记录式的 其实跟动力跟这个手动类型的孩子有些类似 但是又不一样 因为动笔写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种思维的梳理 所以呢这种孩子呢更多是一些的思维型 他写是为了梳理自己的思维 所以呢不同的学习媒介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 比如说对孩子们 比如说我女儿去年就遇到学历史 她觉得历史哎呀好 worrying 这历史而且世界历史 女孩可能不带男孩很喜欢看这些 后来我就说你为什么不去在YouTube上找一些 关于历史方面的一些的视频去看一下 因为她很喜欢视觉上 那也喜欢听一些故事性的东西 来激发她对一个东西的喜欢 所以当孩子们说她不喜欢一个什么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不是不喜欢 只是可能老师讲授的方式 不是你愿意的 也许可能你换一种方式 你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学好 并且当你懂得历史的时候 你知道一个人懂得历史 就是可以从历史当中借鉴 你会在历史当中得到很多的智慧 而且圣经说历史不断的重复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 她不喜欢的时候就来帮助她 用她喜欢的方式来接受那些 她们不喜欢的科目 所以我女儿的数学我觉得 她是因为她本来不喜欢数学 那但是呢 那因为要学 她也不是讨厌了 后来老师用这种兴趣式的方式 就教她 那我帮她找一个老师 就是专门用兴趣的方式来教她 教她数学都是用玩 你知道玩那个魔方 玩游戏的方式来跟她教数学 但是呢我其实没有看她的数学 有多少的提高 可是她慢慢的喜欢数学 后来呢到了去年 她的数学成绩就很好 然后她的同学就请她帮忙补数学 哦她觉得太好了 这很有成就感 所以她还不是太喜欢 可是因为她可以帮帮别人补 因为她是个什么 她是个关系型的小孩 所以呢 她也觉得蛮不错的 所以我就问她你喜欢吗 不太喜欢 那你为什么学呢 她说也 她说这个挺有价值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帮助孩子 又从一个多的角度 多元的角度来看待 他们面对的挑战 那我们也帮助她就是了解自己 你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孩子 那这些呢都让他们知道 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 我可以用另外的方式 来面对这个挑战和难题 那接下来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 不同发展期的这个学习力 其实呢今天我想 在这里听课的家长 你们的孩子可能年龄段不一样 除了刚才我们所学的这些学习的 学习者他们的这个学习的模式不同 那他们的学习的媒介不同 那另外一个呢 可能他们在不同的年龄层 那他们呢 学习力的激发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一些学龄前的孩子 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 其实是帮助他们做思维训练 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比如说很多的孩子的思维训练呢 其实是帮助他们面对 他们的学龄期 在初高中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们需要思考 那这些的思维能力呢 从探索当中他们去摸索 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 翻开一个石头 看到底下有一些虫 那个问他为什么这下面 虫为什么藏在石头下面呢 其实这就是一种思维训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虫喜欢在阴凉的地方 或者潮湿的地方 为什么这一类的虫子喜欢呢 如果我们可以不断的去问他们的问题 训练他们去思考 并且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龄前是最好的一个这样的年龄段 不在于学多少的这个 就是数学 我觉得有些时期是一个思维训练的这个年龄 年龄段 即便让他们学术学语文 也是从思维训练的讲度是比较好 另外一个就是学龄期 那学龄期呢 其实就是 我觉得学龄期这个过程当中 是一个学习习惯养成的 比如说当他们学习 遇到困难的时候 那他们说妈妈我不会 那其实这是一个学习习惯 这是一个什么学习习惯呢 就是说 在你的学习过程当中 不会的时候 我们怎么想办法 那来激发他们 当你不会的时候 你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问 你可以去查 你可以去找 你可以看别人怎么做 所以呢 在这个学龄期 其实帮助他们学习怎么样学习 是一个习惯养成 并且不要害怕出错 所以在学龄期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想跟父母说 在孩子们 在年幼学龄期的时候 不管他们的分数 或者是他们表现出来 在学术上表现出来的 这些分数 可能不太会让你满意的话 我觉得真的不需要 在这上面花太多的注意力 反而是帮助他们养成 有好的学习习惯 是非常的重要 品格的培养 是这一时期 非常重要的任务 那在学习方面也是一样 所以在学龄期 把握住这个年龄 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能力 还有就是初中 初中的时候呢 比如说可能有些父母 就问我说 那现在我的孩子 可不可以来听 今天你讲的课 我就很鼓励 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 他们可以 他们很应该来 对自己有一些的了解 他们需要知道 学习跟他们的生活 包括跟他们自己的相关性 包括我自己喜欢学什么 这是因为我在 在哪一方面我所擅长的 或者是我喜欢的 或者是我去应用的 所以认识和了解自己 非常的重要 那在高中的时候 兴趣和目标就变得相当重要了 因为学业越来越难的时候呢 他们的兴趣和目标 他未来的职业的方向的选择 就开始来调动他们的学习动力 学习力的激发 那不同的年龄段 有不同的他们的需要 那我们也要根据孩子的 不同年龄段 那在大学呢 进一步的调整 他们的专业方向 可能会要换一些专业 也是他们在进一步 学第二个学位 或者是在进一步读研究生 或者是博士班 所以这些呢 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呢 我们也要知道 让孩子们 我们自己要知道 当我们愿意激发孩子们 这些能力的时候 在不同的年龄段 我们也要用不同的一些的方式 对他们不同的年龄的需要 有一些的了解 那关于青少年 我是做了很多青少年的课程 我觉得启动青少年的学习力 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 特别是对于我们主内的孩子 主内的父母亲 那帮助孩子自己读经祷告 其实是非常重要 属灵的生命 不仅仅是在他整个初中的阶段 属灵生命是帮助他认识自己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有一句话说 你越认识神 你越认识自己 所以整个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呢 孩子非常的想知道自己是谁 可是如果 他是被上帝创造 他不认识上帝的话 他就很难认识自己 所以自己的读经和祷告 真的是 我常常要督促 有时候我的孩子 也不是每一天 他自己都能够做到 但是我就这件事想 绝对不放松 一定要让他自己读经祷告 如果他是基督徒 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想在这个时期 帮助他们走进信仰 是非常非常的 是我们也是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呢 就是人际关系 那这个人际关系呢 既包含他们 跟父母之间的关系 很多学业上 学业上有吃力的孩子 你去来观察这个孩子 那且不谈他的属灵生命 很多孩子在学业上 没有动力 往往跟家庭里面 跟父母的关系 父母之间的关系 不和母有相关性 而且是直接相关性 所以呢 其实当我们想要帮助青少年 他们在这个学习力上 能够被启发 能够被启动 那首先在人际关系方面 要帮助他 我们要在家里面 营造一个和睦的环境 那对他们来说 他们在和睦的环境 还有支持父母的支持当中 他们面对他们学业的难题 他们才有能力去应付 另外一个呢 就是也帮助让他们 在自主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更进一步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自主学习 其实就体现在他们的专注力上 或者是你叫做意志力 就是如何不分心这件事情 那其实呢 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对青少年 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 专注的能力 其实一个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能力 跟一个人的专注力是非常的相关的 那我自己呢也是 我是一个 我肯定是一个注意力缺失 我很很 就是在注意力方面 我需要真的是 先在属灵生命方面 我要知道我今天 我要做这件事情 它的价值和意义 那我很爱 我真的是很爱这些 一起学习的这些的父母亲们 那然后呢 我就知道我需要研究 所以这一堂课 我读了七本书 我读了很多书 我自己学习 我要研究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专注力是自发出来的 不是我的克制力带来的 我这样解释的目的是 想要让大家知道 一个孩子的专注力 不是克制出来的 是从里面 内在里面发起来的 好专注力 那当然 如果能把一个课程做好 对人有帮助 那这个成就感 对于青少年来说 非常非常的重要 孩子们在青少年期 最喜欢成就感 如果他们做事情 总是没有成就感的话 真的会缺失动力 所以在这个 我们帮助孩子 特别是这些青少年 他们遇到学业的 这些挑战和难题的时候 不管他们做什么事情 有一些进步 我们看见 就多多的鼓励他们 让他们有成就感 这是青少年期 一个最大的挑战 其实孩子不一样 他们有天然的好奇心 即便没有成就感 他们因为好奇心 也可以带领他们往前走 可是青少年就不一样 成人也比较成熟了 因为我们也经历了 人生很多东西 但特别是青少年成就感 我鼓励父母亲 今天如果我们学完了以后 在孩子们在开学 这个过程当中 无论在他的属灵生命 人际关系 自主学习的能力方面 还有在专注力上 有任何你看到的一些闪光点 你都要多多的鼓励他们 这些的青少年 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容易 真的要学很多的东西 那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如果你听了这么多 你都觉得 哎呀好像能行吗 好像对孩子有用吗 那我也真的不知道 我只能是尽力 我知道呢 我尽力的去研究 尽力的跟大家分享 可是呢 如果我所讲的 对你不能够产生很大的帮助 我也知道神的恩典 永远都是够用的 因为这个哥林多后书 十二章九节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呢 我也同时 我也是鼓励我们的父母亲 如果你在带领孩子方面 你觉得哎呀 真的是太软弱了 没有办法的时候呢 你也会 也要想着 记得这句经文 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 虽然我们的能力总是不够 我们怎么学 在带领孩子这件事上 我们的能力总是显得不够 但是神的能力 神的恩典 就是在这个时候 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呢 也可以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也能够同理我们的孩子 孩子们有的时候 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呢 可能并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 那他们也是需要多多的恩典 如果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 缺少智慧呢 我们也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所以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学习很多 可是智慧 确实是从神而来 带领青少年的 或者孩子们的能力 也是从神而来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离开 上帝的这个全员 来帮助我们 来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的孩子 好 那我今天呢 可能啰啰嗦嗦的 讲了这么多 跟大家分享 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那我是在这个 预备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本心理学的 很专业的书 我就没有写在这边 如果你对 如果你对我 这个课程内容很感兴趣 你可以找这些书来看 那这些都是我认为 在这个教育方面 是非常好的书 可能但是不太适合 家庭教育吧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因为每一次都有人说 哎丁娜你的书 你在读什么书 你给我知道呗 我就好 给大家知道 我在读一些什么书 那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推荐一本书 那这本书呢 其实因为我的英文不好 我很盼望这本书的 中文版出来 这个呢 其实就是那个 保罗曲普他写的这个 父母之道 有英文版的 14个改变家庭真理的 这个福音 那因为是中文书 就不能翻成福音 只能翻成这些的真理 或者原则 那这本书呢 那我们 我们的书房 已经订了很多 就是会 会优到 会那个 寄到北美来 如果大家很喜欢 也想要 这本书很适合 在教会当中 做父母 一起学习的材料 因为14个 这个真理原则 一次学习一个 差不多 一个学期 十十二到十六堂的 主日学 你可以用这本书 内容非常非常的好 我极力的推荐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你可以 提前的预定 也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